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不知是怎么了 不感冒不发烧的就是不爱动 也不哭不闹 为了安全起见 周女士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医生给孩子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告诉他 孩子应该是脑瘫 他动时懵了 好好的孩子怎么会突然得这种病呢 在爬出了遗传因素后 周女士忽然想到家里一直在用蟑螂丸的尸体 并说这就对了 蟑螂丸是宝宝的天敌 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 孩子抵抗力又差 常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会慢性中毒 再加上家长的不注意 时间长了 孩子就转成了脑瘫 听完医生的话 周女士二回不已 好了 今天要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